第一贪婪 不得幸福 二重欲 不可能过幸福的日子 三无名于痴 那是幸福的杀手 没智慧吧 有的众生啊 那个性很奇怪了 除了批评别人 还是批评别人 你连建议都不可能 你要说佛法 是做多么多么的好 他就会说 我念到博士 还要你来教吗 所以 你连建议他看一本佛经 都没办法 第四 虚伪的人 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幸福 虚伪的人 就像捏着脚步 捏着脚步 脚本来是这样走的 捏着脚跟 好像比较高一点 对不对 主位啊 我的身高一米五八 一米五八就一米五八 是不是 那如果说我要让人家 产生错解 我穿长袍 然后捏着脚步 你看 看起来是高一点 如果虚伪的人 路走不长远 迟早会被戳破的 没有必要 每天都编谎话 这样很辛苦的 这样很辛苦的 虚伪到最后一定会被人家戳破 残酷的现实 就会戳破你的虚伪 也不必别人 拿着一支针 戳破你那个气球 现实残酷 就是一支针 没有能力 你就绝对躲不过 不要虚伪 扎扎实实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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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日子过得起 我节省到什么程度 铝色啊 给我住到的啊 是他的福报 我这水一开起来 弄好的水 一滴都没有漏 马上关起来 刷牙 刷好了 你说啊 我们的钱都付了 可是问题 我节俭习惯了 学位学 啊 叫我泡澡 谁是自己一个人 是怎样 杨贵妃吗 还是怎样 浴缸旁边写个 刷牙齿 我不太习惯 所以很简单的 生活 我不是在批评大家 你们有里面的习惯啊 饭店钱都付了 是吧 不用白不用啊 我讲的是我自己 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 而且呢 关掉 晚上休息 好 该关的 我们就尽量关灯 哎 有时候我去住这个外面的旅舍 走的时候 把这个枕头摆好 摆好 他们当然会重新整理了 棉被 拉一下 简单 好像没住过人 已经养成习惯了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非常扎实的 出去外面徒弟都很孝顺 非常孝顺 所以我要买什么 什么什么 阿里山茶 人家徒弟马上就 冲第一件 就去付钱了 所以我带出来的钱几乎 不会用 刷卡 我也没有卡 可以刷 不会 那现在进步到那个 用逼的 逼 OK 这样逼一下 带钱都没有用 所以 回归到真实 我认为 诚实的面对自己 因为我妈勤俭持家习惯了 从小都苦出来的孩子 你要叫我莫名其妙的 让会 我真买不下去 第五 非常吝啬 无比的吝啬 没有同情心 也就是看到可怜的人 一碗饭菜都不肯布施 非常的吝啬 主位 吝啬的人 施菩提种 知道啊 六度万恨里面 叫做布施第一道 六度里面 第一关 就是叫布施 叫做布施 所以啊 师父看到这个经典 既然这样一切 有一会儿 如梦幻包影 现在讲我的立场 对不对 台湾 以前啊 各大学 上人我们要法宝 给 以前是录音带啊 给 给都是多少的 一大乡的 以前是录音带 为什么 金钱如混变啊 要撒出去 种子才会活啊 让它出去 所以啊 我们这个人生观 念头还蛮正确的 为什么 因为 活着怎么说 我们就跟着怎么做 非常吝啬 这辈子不可能过幸福 因为他怕吃亏 主要 怕吃亏的人 怎么成就 阿尼多罗三妙三菩提呢 什么都吝啬 什么都不肯施舍 什么都占咬 什么都要占人便宜 第五 幸福的大贼 叫做吝啬鬼 非常非常的吝啬 第六 叫做慵懒 各位 懒惰 会一事无成 男人最可怕的 就是懒惰 宁可嫁给一个 矮矮的 丑丑的 但是他很勤劳 很顾家 也不要嫁给一个 帅帅的 慵懒 不堪 谁讲都没有用 主要 我以前 在大学上课 跟学生讲 慵懒 就是一种 癌症 男人 这个慵懒 一辈子 一事无成 不能吃苦 一个男人 没有肩膀 不能吃苦 慵懒 他以为他是皇帝 没有 简单讲 男人慵懒 这辈子 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 虚度光阴 平庸懒惰 然后自己也不动 每天都是要过那种 浑浑噩噩的日子 就是有机会给他 他也没有办法沉大气 勇懒 不会幸福 不会快乐的 第七 叫做虚荣 虚荣 就是把不实在的东西 摆前面 没有能力 然后装扮自己 虚荣 第七 虚荣心重的 这辈子 不可能得到幸福 换句话说 什么叫虚荣 夸大自己的能力跟实力 叫做虚荣 第八 这一点 可能大家都有 牢骚 抱怨 不断 是幸福之大贼 主要 男人不怕机关枪的 男人怕什么 怕老婆那只嘴巴 我在讲 你要不要听 早上送药师经 下午送金刚经 晚上送到神经 一直念一直念 老空就好了 我投降了 可以吗 念到那个棉被 盖起来 棉被掀起来 你给我起来 脑娘这个账都还没有跟你算得起来 受不了 所以这是牢骚 抱怨 诸位啊 没事也会变成有事 有事就会变成大事 人家学佛是大事变小事 小事变没有事 第八 牢骚 抱怨不断 什么 都用不满的心态 简单讲 就是抗拒境界了 不知道人家 众生对他有多大的恩德 那讲起话来 没有什么啊 对不对 哪个人对我好 我对他比较好 然后一点点境界又开始 全世界都是他牢骚抱怨的对象 这个人不好 那个人不好 这个人对不起我 人家明明对他有恨 还好啊 就这样子而已嘛 不承认别人的恩 抗拒境界 牢骚 抱怨 什么都看不顺眼 主位 你会幸福吗 不可能 第九 这个季度啊 还不限定是女人 季度不是女人的专利品 男人 季度 季度起来 也很可怕 季度叫做不耐他荣 别人荣耀的 我就是不舒服 所以我就说呀 你们在外面啦 如果你是会立法师的弟子 除非你时空是对的 可以提起你上人的名字 要不然 在别人面前 一直称赞你的上人 人家会不舒服的 低调 再低调 我们不是包装自己 不要引发不必要的 那种 让对方不舒服的感觉 基督心 哪一个没有 是不是 主位啊 现在不是讲 台湾或 其他的地方 但是讲 美国 主位啊 美国 那个不是正牌的 世界行美大会 不是的 那是一种 玩票性质的 也有彩带的 也有少许的奖金的 女孩子 女孩子 就好像 一个小地方 玩票的 还小奖金哦 对不对 主要电视报道不小的 你们也看到 就穿这个泳装 出来了 为什么 当他宣布 第一名的时候 第二名 拳头就打下去了 他说我比他漂亮 身材比他好 怎么会是他第一名呢 第三名说 我才最漂亮的 都是姑娘 穿泳装 你敢想象吗 在舞台上 打成一团 大家都说 自己最漂亮 这叫什么 嫉妒 作为这个嫉妒起来啊 那个内心里面 充满着烟火 看不清楚 前面的方向是什么 而且这个嫉妒 他会生生世世的遗传 他来看什么都不舒服 所以你注意看哦 小孩子会嫉妒哦 会嫉妒哦 大姐姐 你比较漂亮哦 那个妹妹就很不舒服 妹妹啊 你比较漂亮哦 那个老三啊 就不舒服 所以啊 这个有时候 要小朋友面前哦 哎 你要小心哦 这小孩子也会嫉妒的哦 第九嫉妒 不会得幸福的 第十 叫做傲慢 那肯定不会幸福 傲慢就是 唯我独尊 全世界就是我对 没有人比我高 没有人比我强 嫉妒是不耐他容 别人有光荣的一面 他受不了 好像别人的成就 变成他的痛苦 别人的成就变成要他担当这个错觉 能怎么会这么一次呢 别人有成就 我们就随喜 哦 好好好 我说姑娘长得很漂亮 哦 好 说儿子我考 我师父上的我儿子考上北大 哦 随喜 赞叹 很好 我儿子一个月挣十几万 随喜 赞叹 很好 是不是 可是 第十的傲慢就不一样了 傲慢的人一定有他的才干 而他把才干化作所向无敌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看到这个傲慢的眼光 用对立的眼光 傲慢就是无条件的叫别人承认他的特色跟优点 不容忍你建议的 不容忍你看他的缺点的 傲慢 分了好几种 有的有能力傲慢 当然这是一句退 退过来 退下来的话 就是说 还讲的过去 因为他这个才干是真的没话说 有的人呢 没有任何的才干 也很骄傲 为什么 你就说 某某爸爸最近呢 赚了一千万 比如说林爸爸最近赚了一千万 然后他就会说 你什么了不起啊 是不是 然后傲慢心就出来了 就是别人 要比他强的 他都认为别人比他弱 他自己 六十分 他已经把自己拉高到一百二十分了 强到世界无敌啊 然后看不起所有的人 但或许他有某一些才干 也不能否定他的才干 所以这个傲慢啊 到最后 就没有朋友 然后听到的都是假话 傲慢的人没有办法听真话 傲慢的人你一个人讲真话 他马上就翻脸 所以 到最后 就像国王一样 旁边都是一些拍马屁的大臣 拍马屁的大臣 因为没有人敢得罪他 也没有人敢讲真话 自讨苦吃 傲视别人 悟空一切 这个人 遭到幸福的大贼 这个贼 偷走了他 一生一世的幸福 也因为傲慢 把自己堆在最高 但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比他强的人还很多 所以这个傲慢呢 会掩饰自己的 比如说 碰到比他更强的 傲慢的人知道 这个人比我更强 想想办法 找个时机 偷偷地 干掉他 然后他又是变成最强的 所以他的一生一世 都在斗争 他的一生一世 都干掉前面比他强的人 他一生一世 就是犯了一个 幸福大贼的大毛病 叫做傲慢 第十一 叫做 称赌 这是我把它整理 主要 千供养 万供养 脸上 无称 真供养 这个称赌啊 我要讲我自己啊 这是我的缺点 我的脾气不好 我也向佛忏悔 从小 因为啊 可能 读书还可以的 所以就 成怒 也傲慢 我两个都有 这个我必须 好好的求忏悔 在各位掌声之下 我慢慢地调伏了 慢慢地调伏 慢慢地调伏 因为傲慢会树立敌人嘛 成怒会得罪众生嘛 所以我现在啊 慢慢地调伏 成怒 很可怕 成怒就像 晴天 霹雳 莫名其妙的闪电 天气好好的呢 天气好好的呢 可是 成怒 闪电 主要 所有这里的氛围 都很不好 家庭的氛围也不好 家庭的氛围也不好 朋友跟朋友之间也不好 傲慢跟忏怒的人 谁敢跟他讲真心话呢 是不是 又不是要找苦吃 接下来 十一川路不能得幸福 第十二 要管管那一只嘴巴 叫做挑拨离间的 喜欢看到啊 两方面 两方面 斗起来的 这挑拨离间啊 这个人死的时候啊 那个嘴巴会先烂掉 很可怕的 挑拨离间 就是两面人 这挑拨离间呢 技术很高明的 据古以来 如果 两三千年的古国 有时候自己能力不够 他就用挑拨离间的 让其他两个强国战争 自己欲翁得利 一棒相争 欲翁得利 这个挑拨啊 常常用在世界 残酷的交际手碗里面 为什么 我讨厌这个国家 假设说 有人讨厌这个国家 这正在闹呢 那个敌人 散风点火 散风点火 对 你们这样是对的 对吧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都 哇 就一直烧火 一直烧起来 为什么 他不动一兵一卒吗 自己内乱吗 挑拨离间 啊 诸位 会得幸福吗 不可能得幸福 第十三 残忍 没有怜悯性 我们念小学的时候 有一个很会念书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爸爸 买一只鸟枪给他 他就 那么小小小孩子 家里有钱 买了那个鸟枪 我看到他 我就告诉他说 那你如果打死的这一只 是母鸟 是不是 那打死这只母鸟 那 草里面那些 小鸟能活吗 这样 禅忍的人 做事 不考虑后果的 就像屠夫一样的 禅忍的人 怎么能得如来的柔软心 慈悲心 灵敏心 他一点都不在乎的 什么事情都说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 对不对 非常残忍 班上另外一个同学是 你只要抓到昆虫 他只要抓到昆虫 那一只昆虫就没有头 没有头啊 我们在走着 走着校园里面 一只昆虫飞过来 他捡起来 他就 头都没有 那只昆虫也不是害虫 也没有去伤害过他 那抓起来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啊 跟陈中心啊 走过那个校园 我还记得很清楚 这个事情我讲过了 到现在啊 我都还记得 哦 实在是 惨不忍睹 我跟陈中心啊 要去 走出去 吃这个 晚餐啊 因为 大学一年级是 住校内的 大学二年级啊 就要搬出去外面 那 我们经过校园 天色已经有一点 暗了 一点点 暗了了 走过去的时候 刚好看到那个校工 照顾学校的校工 我们看到那小猫 那只猫啊 一点点啊 可能在找妈妈 然后就喵 喵 他也不知道 人类有多残忍 他不知道 人类有多残忍 然后就 喵 可能要吃东西啊 那我跟陈中心 也讲着 说哇 那只猫好可爱哦 他走过去 哇 那个校工 我认为 他差不多有 五六十岁了 现在 讲他没有关系了 他一定死了 他不可能活这么久的 他怎么可能 到现在在 都花一百多岁了 那个校工就 拿了那个石头哦 在我面前 我跟陈中心啊 从那个头炸下去 那个猫连叫一声 都没有办法 炸了 尸体烂掉 那个没办法看啊 那时候我们都写佛了 那个心很痛 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要跟他 想办法埋一下 要不然跟他辞一下 那时候已经学过了 披露针啊 我大观点 光真言啊 虽然 不是高生大德 那时候读大学嘛 跟那只猫你就说 我没修行 你就将就将就 有没有超度 我没看到啦 反正就 就是这样念啦 将就将就 第十三 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残忍的 你看到那一幕到现在 我讲过了 到现在几十年 活生生的一幕 还在我的眼前 就那个残忍的人哦 你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他 小猫跟他也没有任何的恩怨啊 或者肚子饿了 或者找妈妈啊 因为猫很小啊 可能是野猫啊 我认为啊 这个校工啊 可能果报会很不好 那只猫绝对不会原谅他 第十四 疑心病 疑心病的人 不可能得幸福 什么都怀疑 什么都不相信 而把怀疑变成问号 把问号变成真实 把真实 本来是一种疑心 问号变成 他内心里面变成一种真实 然后肯定 说他看到的是真的 说他很会判断 也许 但说他是一个可怜的人 也对 疑心病的人 永远不相信别人 他什么都防着你 他什么都不相信你 就算你讲真的话 他也会 因为过去的累积起来 他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不相信别人 然后就问号 疑心病 注意这个疑心病 这家庭一发生 师徒之间的疑心病 师父怀疑徒弟 徒弟怀疑师父 师徒的关系就没办法改善 老公怀疑老婆 老婆怀疑老公 疑心病 对不对 碰到了事情 就会怀疑 是谁去给我举报的 到底是谁给我举报的 疑心病 前面讲的是残忍 不得幸福 现在讲的是疑心病 疑心病的终极 就是会关进神经病院 因为他什么都防着你 什么都防着别人 疑心病的人本身就是自私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放开 就整个宇宙的众生 都是他心中应该怜悯和救度的 这个疑心病是很可怕的 两个人交谈交集计划 就变成事实了 完全没有 证据事实 还在推论就因为疑心病就 就是这样子啊 你的看法怎样 我的看法是 你的看法也是 疑心病 把问号变成事实 而是内心自己肯定它 没得讨论 叫做疑心病 那个是很可怕的 有时候对方那么真诚的 互相对待 你用什么都防着他 那他怎么交朋友呢 夫妻之间 后半辈子怎么过呢 到场 一个到场这么大 我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 这个疑心病一起来 这个生团 不斗乱吗 所以啊 互相不相信 疑心病 会裂痕 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分裂 疑心病 前面讲的不得幸福 第十五 叫做逃避现实 诸位 打从一出生 你就必须勇敢的 清清楚楚的 你现在活的这个世界 叫做娑婆世界 堪忍 还可以忍入 诸位 我们都是业力 牵引 来到这个地球 共同生存在这个世界的 一出生 就是业力来的 所以在了凡事性里面讲的 一银一着莫非前定啊 福报多少 就能享受多少 诸位啊 逃避现实 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遭遇 也不承认自己的福报不够 迷钱 装阔 就逃避现实 比如说 你的能力 这个叶只能花 二十万 你的能力 十万到二十万 但是 连这二十万都没有 十万二十万也没有 好了 要不然怎么办 就到处借啊 这个逃避现实 就是越不越大动 面对它 才能解决它 我指的是问题 第一个 你要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 第二个 你要了解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第三 你要承担 这就是你的问题 第四 要解决它 这样面对现实 最后 才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逃避 所以 我也看到佛教的衰微现象 不能圣教衰啊 不能众生苦 所以 逃避现实 我会得到大幸福 我要直下承担 做一个有肩膀的比丘 承担 赫丹如来的家业 我不逃避现实 出家现身像 不逃避 那 现在就看你的 时空哦 你的身份是什么 逃避现实 逃避现实的人 没有承担的人 不是男人 因为你没有肩膀 男人是有肩膀的 然后有一个愚痴的人说 哪一个人没有肩膀啊 肩膀就是责任 承担的意思啊 跟这种人说话还真是很累哦 还要去解释一下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肩膀的 大丈夫 我们要互相勉励 直下承担 弘法立身 绝不逃避现实 逃避现实的人不得幸福 第十六 焦虑 恐惧 什么都焦虑 这是一种病 恐惧 就害怕事情的发生 莫名其妙的恐慌 有的吃药会好 用我们现在的名词 叫做忧郁症 焦虑症 恐惧症 被害妄想症 如果要 你的内心里面一直焦虑着 一直恐惧着 你如何过幸福踏实的生活 第十六 焦虑的人没有幸福 恐惧的人也不会有幸福感 第十七 赌性坚强 死不悔改 没有救 赌性坚强 就是赌博 可以打牌 可以打牌 打到几天几夜 死都不悔改 你怎么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第十八 常常不满 口出恶言 这个人 这个人一辈子 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 得到幸福 看一个人的情绪 就知道 这个人邪佛的身跟前 如果实时不满 口出恶言 口出恶言 造谣 污蔑 扭曲 栽脏 你说这个人怎么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呀 口出恶言 内心 常常不满 没有一时一刻 满意的人生 知足的人生 你做幸福拿来的根 口出恶言 会得幸福的根吗 常常不满 会得幸福的根吗 以其你不满 不如面对问题解决 有什么不满 沟通沟通 交流 我常常对徒弟讲 常常沟通 互相了解 不管你有多大修行 我们不管神通 慢慢的 误会都可以化解 要沟通 诸位啊 人与人之间 千万不要讲神通 说那个有大神通 跟你的了生死没有关系 要实时沟通 常常交流 把诚意拿出来 理性的沟通 理性的沟通 千万不要口出恶言 不能造谣 不能挑拨理见 不可以污蔑别人 扭曲事实 栽赃别人 这个是极度恶 这个是极度恶劣的人 这样子不可能得大幸福 第十九 万恶皆做 众善不行 主要听清楚 我们说 诸恶莫做 众善奉行 这个能得幸福 第十九 我讲的 万恶都做 毫不顾虑因果 不怕因果 等到在受果报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佛法不是骗人的 是真的讲因果是很科学的 然后众善也不行 一点善都不行 都想坐享其成 到哪里都想捞到好处 得小利益 他也沾沾自喜 万恶皆做 众善不行 永远不可能得到幸福 二十 不知 惨 不知反省 没有惭愧心 没有惭愧心 不知反省的人 这一辈子都过得 众生皆错 唯我最对 众生通通错 为我 独尊最对 最后这个人 就会众叛 清理 所有的人都会远离他 他越老 就会越孤单 因为他的责备 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是由他主观的意识 强加到别人的身上 改变别人 不如改变自己 这个刚好相反 不知反省 改变自己 不如改变别人 所以人家会没有办法承受 到最后 众生皆错 为我 独尊 他越来 会越寂寞 他越来 就会越孤独 他的旁边 没有善的朋友 因为 因为他不知道反省啊 他一生气起来 六亲不认 台湾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那个儿子啊 是二劣到 几点啊 他 他向奶奶要不到钱 打奶奶啊 出手 打自己的奶奶啊 他那个爸爸妈妈 实在气到不行 还有什么 我就第一次看到 登报 切割 登报 登报 从此以后 他在外面的行为 举止 跟我们这家 没有任何关系 你没有听过 爸爸妈妈登报 那位 跟儿子这样切割 这个就是不知反省 我在想 可能吸毒 吸到脑袋瓜 不清楚 要不然怎么会 要不到钱打奶奶呢 你要搞到 爸爸妈妈都要登报 我们常常讲登报作废啊 他是登报切割 从此以后 在外面所做的行为 举止 以爸爸妈妈无关 登报人 我要写出来 就很严重了 他登报切割 自己的儿子 听说不只是打奶奶 吸毒 杜博 乱交女朋友 外面有好几个孩子 然后负债 负了一屁股债 这是报纸这样写 很可怕 一个人 同样一个人 可以 祝福 大慈 大悲 救度苦难的众生 同样一个人 吸毒脑筋不清楚 赌博 打架 无所不照 到晚上就骑摩托车 就是完成一团 同样的大家都有佛性 有的人有因言 得文如来的正法 渐渐诸儿莫作 众善奉行 开拨了智慧 找到了人生的衣柜 自己庆幸 有的人一辈子 可能是上辈子 我一直讲福报真的不够 我这句话 不是佛讲的 是我自己体悟的 修学佛道 福报决定一切 这个人进入佛门 福报不够 他一下子就转出去 没有办法 留都留不住 没有福报 他就会交到坏朋友 你讲也没有用 打也没有用 都没有用 这个是发生在台湾的事情 好 四点快到了 以上我所讲的 二十种 是幸福之大贼 我再念一遍 一 坦然 占有 不得幸福 二 众欲无度 不得幸福 三 无名于痴 不得幸福 四 虚伪的人 不得幸福 第五 非常吝啬 无比吝啬 铁公鸡 一毛不拔的人 不得幸福 第六 慵懒的人 不得幸福 第七 虚荣虚味的人 不得幸福 第八 常常牢骚 抱怨 不得幸福 第九 嫉妒心太强的人 男人 女人 永远不得幸福 嫉妒不是女人的专利 男人嫉妒起来更可怕 第十 傲慢 不得幸福 第十一 称怒 不得幸福 第十二 挑拨离间的人 不得幸福 第十三 残酷残忍的人 不得幸福 第十四 疑心病太重的人 不得幸福 第十五 逃避现实 没有肩膀的人 不得幸福 第十六 焦虑恐惧的人 这辈子不可能会幸福 因为什么都放不下 第十七 独性坚强 死不悔改 百劝不听 最后放弃 第十七 独性坚强 不得幸福 第十八 实实不满 实实不满 口出恶言 不得幸福 造谣 忽昧 扭曲 栽赃 不得幸福 第十九 万恶都做 众善不行 这个人 一辈子不可能幸福 二十 不知悔改 不知道反省的人 众生都错 唯我都尊 只有我是对的 这个人一辈子不会幸福 因为老来 年岁大了 就是孤单 就是寂寞 所有的朋友 都会跑光光 所以 最后一句话 让时间 过得安详 充实 智慧 这个叫做幸福 生命当中 最大的幸福 是坚信自己 自信就是佛 你可以过幸福的日子 所以心保持宁静 幸福之神 就会来敲门 人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 下定多大的决心 你就能得多大的幸福 看你自己 要不要 主位啊 幸福啊 就像一只蝴蝶 当你在追求 他的时候 总是捕捉不到 因为那是妄想 想要捕捉 这个幸福 世上 自信本质 记住 但是如果你 悄悄地 冷静 坐下来 他就会 停在你的身上 我再念一遍 这句话 很有高深的哲理 你要 会推论 幸福就像一只蝴蝶 当你在追求 他的时候 总是捕捉不到 但是如果你 悄悄坐下来 他就会 停在你的身上 主位 把心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幸福就像蝴蝶 已经悄悄 停在你们的身上 也来到你的心中 的那只蝴蝶 什么叫做幸福 抓到了 羊处 恰到好处 所以我们记得 花香蝴蝶 自来 有得幸福就到 麻烦你背起来 花如果香 蝴蝶 就自己来 人 有得 幸福就到 花香蝴蝶 自来 有得 幸福就到 所以 要在自己的 河 下功夫 最后一句话 就结束了 幸福不在意 他拥有多少的财富 他来自于获得 福到 终极成就的喜悦 这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 就是成就 无上福到 这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祝福大家 好 我们因为有人要赶船 所以请师父 四点 一定要结束 所以等一下 准备摸顶 二十分钟以后 大家集合 大家集合 准备写密课诵本 休息二十分 我们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师姨 阿弥陀佛 非常感恩师父 这两天 为大众演说 开示 如何幸福地活着 我们再以最热烈的掌声 感谢师父 最精辟的演说 大家请起立 大家先别急着离开 稍待片刻 师父会带领大众晚课 共休 大家可以利用这时间 可以上卫生间 或是喝喝茶水 但是要麻烦大家 请尽数回座 我们准时四点二十分 恭请师父上台 大领大众晚课共休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让佛法注释 普利有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 和播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化为实 十化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 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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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